女生 你说大家一起吃饭 你要带便当 那我要饭局上 有这样的女生 我说你就别来了 人家也说了 你们不用刻意管我 你们点我也不是 我们一专热闹吃饭 您不动筷子 那你来干嘛来了 你要晚上八点睡觉 早上五点起床 你也承认大多数年轻人 不是这样的作息 对吧 我们可以与众不同 有自己对生活习惯的要求 有自己养成 认为很好的生活细节 没问题 但是 你不能要求别人和你一样 想要不同标准又在一起 能够相处 只有包容 人家晚上加个班 早上五点起不来 就不起了呗 你咋忍心把它叫起来呢 你要没有包容 你就别谈恋爱 你累人家也累 你不愿意改变 人家也不愿意改变呀 对不对 人家还说呢 我又不是天天吃火锅吃烧烤 我偶尔吃一顿 我开心啊 你让我不开心 我心里出了问题 比吃火锅的毒还大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如果你学不会包容 你就别谈恋爱 还有一点 爱情是什么 我们不去定义爱情 一定是哪些词 但至少有一点 爱情里是有激情的 我想给你建议是 跟他分手之后 什么时候你遇到一个男生 你愿意为他点燃 那你就对了 爱上他了 现在你一定没有爱上他 男生你在干嘛呢 他没谈过恋爱 你没谈过呀 没有意义的恋爱 彼此煎熬的恋爱 就是消耗 消耗就不是正确的关系 也许爱情里没有正确与否 但是我们至少有个衡量标准 我是不是舒服 是不是愉快 你既不舒服又不愉快 又不愿意为他调整 又接受不了他 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你也赶紧离开 对彼此都是好事 谢谢 谢谢阳老师